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凤凰电视台主持人傅小田的故事还在继续 最近有知情人士又写文章爆料 傅小田除过秦刚李小林的男友李亮之外 还有一个情人 就是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延东的女婿冯琪 曾长期被冯琪包养 知情人表示冯先生和傅小姐的爱情 香港圈内的大多数人都知道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的爱情始发于香港 在与李亮发生的爱情之后 不过也有可能同时 据透露冯琪很爱好女人 早在2007年的时候 她经常混迹于深圳 那时候她的太太及刘延东的女儿 在某个中字头大行工作 承拦IPO项目 倒是兢兢业业的 不像大户人家孩子那种娇气和霸满 为了拿到IPO项目 她也会认真地请潜在的发行人吃饭 喝酒等 但比起来冯琪就罢蛮多了 经常用高官女婿的身份端着架子 盛气凌人 不可一世 但是私底下冯琪很喜欢深圳的一些会所 那个年代的会所除了所谓的妹之外 还提供快乐水和快乐粉 冯先生是常客 她可以前十分钟还端着架子 陪太太宴请潜在发行人 十分钟后就已经在献身会所为所欲为了 据说 到了会所厂子里 冯琪即使是遇到熟人 也经常都是左拥右抱地搂着年轻姑娘 从不避险 而且还特不讲究 在会所里穿厂子交朋友 凭借刘延东的关系 冯琪很早就是富豪了 文章说 他当时常住四季酒店 和大多数在港的富豪一样 冯先生很爱去澳门 他经常从香港富商鸡小波的贵宾厅拿筹码赌钱 冯琪在和富小田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不曾避嫌的 算是半公开的 这篇文章说 冯先生长得并没有富小姐的 其他男友帅气和儒雅 但是他们在一起的那几年 富小姐和冯先生可能是动了真感情的 曾经一度计划要生个孩子出来 以试管的方式 听说 富小姐曾经也找过其他的人 希望可以试管婴儿 不过 文章说 他们的感情在实现这个计划之前就折了 后来富小姐去了外地 开始了新的爱情 在消失五年后 被指提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洗钱的 中国女富商段伟红 最近传出公开献身 调查作结的消息 其前夫沈栋于7月13日在美国国会 就在华经商的风险与挑战作证 外界怀疑是中共事前放段伟红出来 让段向前夫放话 别在作证时乱说话 因为沈栋的证词将对中共不利 香港《南华早报》31日周一报道 江苏省南京市一间养老院的微信账号称 段伟红于5月12日参访该养老院 这是56岁的段伟红自201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该贴文称 段伟红还参加了6月底到7月初 在福建省平南县举办的农村复兴研讨会 报道又称 关于段伟红和前中央政治局委员 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瓜葛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 段伟红前夫沈栋于7月13日 在美国国会就在华经商的风险与挑战作证 现居于英国的沈栋曾出版红色赌盘一书 大爆中国权钱交易内幕 书中指出 段伟红的太红公司替温家宝妻子张贝利 投资中国保险巨头中国平安 张赚了将近43亿人民币 段与温家最大的一笔交易 是与北京国际机场相连的全国最大航空货运物流企业 由于时机太过敏感 段伟红露面的消息引起不少网民议论 有网民怀疑 明显就是中共放段伟红出来 让段给沈栋打招呼 别乱说话 因为沈栋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对中共不利 也有网民认为官商勾结的收医者失事后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 也有网民将相关报道和中共权斗相提并论 说以段为要挟 要求沈听党话 对付温一家 近日 因受台风杜苏瑞影响 大陆津津季 华北黄淮等地出现强降雨及泄洪 导致很多村庄房屋坍塌 汽车被毁 甚至桥梁被冲垮 被群众认为是人祸 据报道 8月1日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所谓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受台风杜苏瑞影响 华北黄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过程 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 造成北京河北等地重大人员伤亡 报道称 1日晚上8点左右 河北当地民众郑先生表示 现在卓州已经全程停水 停电 因为停电 全程的积电全断了 只有应急信号 但非常弱 只有23G的网络信号 救援只能靠无线电 光卓州各地发出来的求救信号 在网上就有上千条 但当地没有那么多救援力量 只能协调保定式救援队前往 水深的地方有3米 连政府都无奈了 据卓州公安网络发言人官方微博披露 卓州目前需要大量的船只转移群众 全域停水 部分停电 物资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卓州城东问题不大 城西烟得较重 并且希望船只最好有大一点的木船 铁皮船等 包括泳翼 纯净水等 郑先生强调 现在是保北京 保大兴 如果不卸洪到卓州 就会把整个北京淹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是汪洋一片 网友表示 2019年才运营的机场 号称世界第一大机场 看来排水能力也是一塌糊涂 有关煤孩预测 北京压力太大 河北自己卸洪还顾不过来 北京河北将大乱 而且河北的防洪欠账太多 河道堵塞的 物资准备不足的 思想懈怠的 到处是窟窿 不知道会在哪里崩溃 专家分析 从这次水灾津津气的官媒报道 及民间上传视频来看 救援力量薄弱 应对缓慢 准备严重不足 也并没有事先有计划 有规模转移民众的相关信息 最近中共国安部发文称 反间谍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和参与 将加强教育 举报 奖励等进制 上个月初生效的反间谍法 赋予中共政府极大权力调查 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人士 有评论警告 海外华人回国要小心了 中共国家安全部8月1日周二表示 防范间谍需要民众合作 包括建立个人举报可疑活动的渠道 以及对他们进行表彰和奖励 虽然是在鼓励民众的积极参与 国家安全部是中共政府负责对外情报 和反间谍工作的主要机构 它在周一刚上线的微信账号发布的第一篇文章 《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中写道 必须建立一个让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 在当局呼吁向群众普及反间谍工作之前 中共的《反间谍法》已于今年7月生效 该法禁止传递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信息 但并未给出具体说明 这引起了美国的警觉 称在中共的外国公司 可能会因为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 修订后的法律允许进行 反间谍调查相关单位获取数据 电子设备和个人财产信息 中共国安部陈一新上个月 在《民主与法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生命线 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他表示 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近年来 中共逮捕并拘留了数十名涉嫌从事 间谍活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例如澳籍华裔学者杨恒均 及华裔记者程磊 被中共当局指控向他国提供国家机密 多年来他们一直被关押在中国 在中共宣布受到西方国家间谍威胁之际 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则指责中共进行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 但中共否认了这一指控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 美国本身就是黑客帝国 在其微信公众号周二发布文章中 中共国安部强调 在保护自身免受间谍活动侵害的过程中 中共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共同防范 助劳反舰防碟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俄罗斯亲屋 尽管中共信誓旦旦保持中立 不过实际上却一直在私下援助俄罗斯 并且承担了另外国家军援俄罗斯的中转战 且中国还是关键枢纽 这令中共在国际上所宣称的和平形象遭到耻笑 推特账号Niketa8月1日发文表示 几乎所有受制裁的军用物资继续进入俄罗斯 而关键枢纽就是中国 西方公司参与通过第三国绕过制裁的计划 几乎所有受制裁的电子产品 都通过中国和香港进入了俄罗斯 除了中国大陆与香港外 部分货物途经阿联酋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 推特账号 Igor Sushko 一日也发文指出 哈萨克斯坦正向俄罗斯运送用于入侵乌克兰的装甲 运输方式是 通过铁路从哈萨克斯坦西部 向南运输到离海的阿克套港 然后透过轮船运往俄罗斯 以减少被卫星探测到的可能性 尽管有军火偷偷运往俄罗斯 让该国有更多作战资源 不过接下来 俄罗斯的作战无人机很可能会减少 因为中国开始限制无人机的出口 推特上号Max23说 中共商务部宣布 自9月1日起 中共将对无人机设备实施出口管制 限制类有红外成像设备 雷达 无人机通信设备 容量超过16000瓦的无人机发动机 纽约时报1日报道 美参院外委会主席 民主党籍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 梅南德兹 梅开二度妻子的纳丁阿斯拉尼安 成为联邦调查人员所定的关键人物 梅南德兹2017年卷入收贿案件 但后来获得法官裁定无效审判 梅南德兹如今再度深陷收贿调查 纽约时报分析 梅南德兹正准备角逐参议员四连任 收贿调查结果可能牵动 新泽西州与华府政坛的政治版图 2017年 梅南德兹遭控接受招待前往多米尼加 却未依照规定向国会报备 这起官司后来因为陪审团悬而畏决 被法官裁定无效审判 检方则对梅南德兹撤销起诉 纽约时报报道 69岁的梅南德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再度面临受贿的犯罪调查 曼哈顿联邦警察官还锁定2020年 与梅南德兹结婚的阿斯拉尼安 报道指出 知情人士透露 调查人员追查重点在于 梅南德兹夫妻是否收受阿斯拉尼安 友人馈赠的礼物 作为取得政治利益的交换条件 报道指出 56岁的阿斯拉尼安过去几十年来生活低调 虽然拥有纽约大学法语及文化硕士 却在新洲过着相夫教子的日子 有人形容他擅长社交 聪明 对于流行时尚非常敏锐 2005年离婚后 阿斯拉尼安财务状况出现问题 房子遭到银行赎回 嫁给梅南德兹之后 他在2020年成立国际顾问公司 个人资产包括价值25万元的黄金金块 根据梅南德兹竞选财务申报 这回遭到联邦调查之后 律师费开销从今年1月以来累计已有29万元 据缅甸国音传媒8月1日周二报道 军政府为庆祝佛教手下节而特赦7000多名受刑人 当中包括在2021年政变时被罢出的领袖昂山素季 他或赦免其中五项刑事控罪 但仍面对其他14项罪名 分析家指出 这只是军政府假装释出善意的手段 让外界以为会有某种政治宽容 昂山素季将从监狱出来改成软禁 缅甸的军事政变于2021年2月1日凌晨发生 当时昂山素季与当时的直政党全国民主联盟 其他要员遭缅甸军方拒禁 昂山素季随后面临多项罪名指控 其背叛案件涉及贪污 腐败 煽动他人 危害国家安全 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 违反禁出口法和通讯法等 2022年12月30日 设在缅甸内比都监狱中的特别法庭 对云总统温敏和原国务资政 昂山素季所设的非法作用和购买直升机案做出宣判 温敏和昂山素季各被判处7年监禁 加上此前刑期 昂山素季刑期增至33年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